今年是綜合戰略協作鬆化致練 兩國元首在交談中都表示 要堅決地捍衛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協作協作指出 民主是全能力共和價值 是各國人民的權利 一國的民主好不好 如何搞好本國的民主 應該是由本國人民來決定 在國際關係方面 國際關係民主化 國際上的事大家一起商量 這才是人心所向 大事所取 普京總統也講到 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俄峰將與最堅定的支持 在捍衛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方面 俄峰將與中方開展最密切的合作 這兩個最 我覺得充分提了 中國的戰略協作之聲 另外國際總統也表示 俄峰堅定地反對 單民主義 強權政治 堅定地反對 在亞太地區搞小圈子 針對中俄的小圈子 中俄關係正處於 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中俄關係已成為 呼吸程度最高 協作水平最高 占領價值最高的一組大國關係